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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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最下面的这张 则是德军的PAK43型88毫米反坦克炮 从造型样式上来看 双方有些许相同 但无论是口径还是穿深 Bi-4三明显要强于后者 Bi-4三野战炮的设计 乃是由苏联著名的火炮设计师格拉斌 VG 格饼 基于苏联舰炮Bi-34赶进而来 其主要作为个坦克集团军 下属的轻型炮兵与火炮 以及步兵局属支援火力使用 从技术角度来说 Bi-4三野战炮既能承担火力支援任务 也能作为一款优秀的反坦克炮 投入到对敌军的反双甲作战中去 虽然比起122毫米的A19型榴弹炮 Bi-4三野战炮的榴弹威力要刺一些 但是更快的射速更轻的重量使得Bi-4三 在机动性上更胜一筹 M193-11937型 A1912毫米榴弹炮实物图 1936年级进入了量产 直至1946年 总共有245一门下线 炮沉重7.1吨 火炮出速826米每秒 射速3比48分 最大射程为20.4公里 除了备用于作业战炮 支援步兵单位来 经过改造后的A19i-4与D25T 分别被装载了 Ii-4U122次型火炮与Ji-4二重型坦克上 苏联海军的B3-4型100毫米箭炮 而Bi-4-3也战炮 就是基于它为原型改造而烂 Bi-4-3的数据性能表集穿身一览 就Bi-4-3也战炮的穿身 它足以足够对付德军 除虎王、蝶虎、属性以外的大部分坦克坦克兼机车 然而 Bi-4-3的诞生显得有些声不封时 根据国外宣誓作者 加洛加尼斯Validinous的著作 1944年5月 Bi-4-3才进入批量生产 而到了1945年1月时 只有185门交付前线 至整个欧 战结束时 1945年5月8日 另有591门Bi-4-3下线 1945年1月 苏军方面总共有12个反坦克旅 装备了Bi-4-3也战炮 具体编制如下 有5个反坦克旅下下一个Bi-4-3也战炮团 一个Zi-4-3型76毫米野 战炮团以及一个Zi-4-2型57毫米 反坦克炮团数量分别为16加24加24 另外7个反坦克旅则是 一个Bi-4-3也战炮团 两个Zi-4-3型野战炮团 20加48 这些单位分分 于第一、第二百俄罗斯 方面军与第一乌克兰 一方面军中 直至战争结束 1945年的柏林战役期间 一个Bi-4-3也战炮组 正在叫正弹道 准备轰击敌军目标 埃及陆军也曾将Bi-4-3也战炮加一改装 以T-3-4中型坦克为底盘 改造出了外形其他的T-3-4-100中型坦克 而作为一款威力上加的火套 Bi-4-3的生产线 一直持续到了1951年 才被更为优秀的T-12型火套所取代 总产用001门 使用坦克底盘先引的M-944型 Bi-4-3也战炮 拍摄时间未知 参考资料 英语 Wikipedia BS3 O19 T-34100 俄语 H-TTPP MilitaryLib RuH-I-S-A-V AV724.H-TML 中文 苏俄路军1941-2017 阳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本文 维著类地于原创作品 主编缘或原住北部弯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维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为折将追究法律责任 更多精彩一战 二战内容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助类地域 ZH-ULEI-1941 川阳 愛员 J-VIII 川阳 � med TA 坑 ZH-ULEI- Ổ qui